那个大门口他们就是硬是这么轮流交换的把我往外背 他们把我放下的时候一会儿掐我的人中 一会儿翻我的眼皮 像是看我是不是瞳孔在站大 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我就觉得哦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动作 我当时就想说是不是我要死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忽然一下就觉得不行 我必须要让自己保持清晰 这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努力的配合的回答他们的每一个提问 就是他们包括就是死尽的拿那个就是登山杖 打我让我疼痛你知道吧 打我当我会喊到哎呦医生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我还在 需要有一段时间你是觉得已经对幻觉了 某种好像这种灵魂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虚拳 对我觉得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 我感觉当时我觉得我回家了 我看见我爸爸坐在餐厅里头在那里 穿着那个吃拉着的拖鞋在那吃饭 然后我感觉我上楼了 然后呢就我感觉我看到了就是孩子 就是我就我觉得我回家了 我就是妈咱们给你帮我 我就是妈咱们喝到汪里了 其实就是妈咱们喝到汪里了 帮你喝到汪里里了